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第三个部分 好了 这个大纲,这个讲道的大纲 这个是我提议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说是有 各方面都与这个主题有关系的 从筹到尾都与这个主题有关系的 例如 这个为什么不会放上去了 好的,可以了 例如我讲这个主题爱人如己 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不是说你们每天没片道 都必定有这个方法去写这个大纲 但这个内容你应该有的 第一是人的反面和正面例子 为什么呢 我们讲什么道都让人知道 人是有这个问题的 你讲道爱人 很多人就以为我很爱人 我们就这样可以讲出一些人没有爱心的地方 例如在教堂里面 有些时候人会出外面传福音 但有些时候有信仰来的 反而没有人欢迎他的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 有人来到教堂 有些时候我以前在我的以前一个教会 伏系的教会 我信任他们怎样去观信仰 但我发觉 我说了你们去欢迎这个人 因为有些时候我要跟一个信仰谈话 另外有一个信仰来 我就说你们去欢迎他 他们过去嗨 欢迎了 欢迎就走回园区 他们园区 他们几个人就谈话了 这个信仰就站在那里 他们欢迎一下就完了 这个就是 不愿意去聆听 关心他的情况 这个就是没有爱心 其实最基本的你跟他陪着一起做 一起犯圣经 跟他了解他的情况 我都告诉他们 但他们就是有些时候人的这种惧怕 害怕或者是没有爱心 也有些人告诉我 他最大的伤害是从教会来的 就是有些教会里面的人说一些话 批评他们 没有爱心 没有关系他们的情况 所以这些立即就让人看到 基督徒是不是总是爱人 有些是 但有些不是 当我见到信仰来教堂 我必定与他沟通的 我每一个都与他沟通的 但有些时候我不能同时跟很多人沟通 我就需要其他人去做 我现在的教会 有信仰来 他们都激动 我们的教友都激动跟他们沟通的 这个就是爱心 但这个就是让他们知道 的确很多基督徒是没有爱心的 也有些基督徒在教堂很有爱心 但在教中就没有爱心了 所以配偶就没有爱心了 好了 然后我们解释圣经 爱人如己 是爱人好像爱自己的程度 你爱自己 你会关心自己 没有一样事情 你会不会关心人的 其他事情呢 关心不是 八卦 你们有没有这个八卦这个词啊 八卦就是两万七八卦的事情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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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好八卦 很容易离人的事 离人的事 离人的事 是 所以就是你多大年纪啊 你收入多少钱呢 或者是有些人关心 有些人 他有没有男朋友啊 这个带来是不是男朋友啊 这些就是 这个圣经里面有说 不要但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个顾是关心的意思 但他们是 就是要知道他 有没有结婚啊 有没有男朋友啊 就是完全的不重要 这个就是不是爱人如己 是不是 这是好奇心 这个解释圣经 然后神的属性和恩典 属性是他充满爱 这个就是他的属性了 他也能够这样爱赐给人 然后他的恩典是什么 他爱每个人 每个人都爱 也赐给我们爱人的心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 本性是属性是他的本性 然后他的 每一个主题都有 他这样这个能 他怎样对我们爱 他怎样爱我们 然后他怎样 给我们爱人的心 他将 这种爱人的心 放在你里面 你有没有发觉 你信耶稣之后 就开始关心周围的人 有没有信耶稣啊 有没有发觉这个情况 以前没有的 他信了耶稣就 就很关心了 这个就是神在里面 就改变 改变我们 然后 也感动我们去爱 你去看 关心这个人了 你看到有一个人 神就感动你 去关心他了 去爱他了 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他就赏赐 也赐更多的爱心 这几方面 你需要 我告诉你 思想神的恩典 首先 我们需要有 创意 想到 神要做这个事情 他需要什么 他有 什么地方 他去 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我们才有这个恩典 我有其他的例子 例如 如果我的主题 是讲到传福音的 那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讲到基督徒 应该传福音 神首先 拯救我们 然后将这个 救人的信 放在我们里面 怜悯人是不是 然后他会感动 我们去关心人 他这个人 没有信耶稣 就会 带领我们去 思想 我怎样向他 传福音呢 用什么方法呢 然后你做的时候 他就陪伴你 他就 加你力量 给你机会 怎样与他沟通 每一次我们传福音 都学到一些东西 怎样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然后当我们 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 散赛 他就 纪念我们 这样 服事神 然后他就 我们越多去做 他就 赐给我们更多的 机会 怎样进步 这是各方面 他都帮助我们提升的 我用另外的例子 喜乐 他怎样帮助我们 有喜乐呢 首先 他自己是喜乐的 这是本性 然后他 这样喜乐 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他帮助我们 清理里面的垃圾 烦恼 然后提醒我们 去思想神的恩典 属上神的恩典 然后当我们 感谢神的时候 他就这样 平安喜乐 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他也提醒 我们继续有喜乐 这个需要我们 用心去思想的 因为我常常用心去思想 思想到 为什么我会改变到 今天的情况 为什么我愿意 去宣教 为什么我愿意 无条件地帮助人 如果我讲这个主题 讲到有些 真的很有心去帮助人 这个 首先是神将这个心 放在我的里面 我会关心人 我会 神给我这个 关心人的心 侍奉神的心 然后 他会 给我动力 想到 宣教 有这个动力 然后 他也安排我 第一次宣教 是有人 说有一群人 你可以去的 然后他 要请我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 神也教导我 怎样去做 当时我第一次宣教 我就想到 我参加一些圣灵聚会 他们怎样帮助我们 投入爱主 经历圣灵 我就这样做 我就发觉 他们也经历圣灵 所以在这个过程 神就教导我 怎样提升 然后当我 做不同的宣教的时候 神就 鼓励我 提升我 让我看到 我的最强的地方 去训练 因为有些人的 强的地方 是带你敬拜 有些人是 鼓励他们 安慰他们 但我的最强的地方 是训练 怎样训练人 怎样服侍神 提升人的灵命 所以神就给我这个方向 去帮助传导人 去 因为建立传导人 他们就继续被建立 有些人说 你可不可以来我的地方 做布道会 我说我可以 但 除了做这个布道会 我最想做的是 训练你们的牧者 为什么呢 我做布道会 就是一次 两次 三次 但 我训练了你们 你们就可以继续做 这个就是重点 神就给我这个方向 然后这个过程 神就为我预备 老师和其他人 跟我配合 有其他人跟我配合 带领 让我 扩张我的领域 去到非洲 很多地方 也有不同的国家 都是有不同的人 认识我 然后安排的 然后神也 祝福我 神为我 帮助我 开始了 我现在的 我是有一个宣教的 机构的 就能够有奉献 帮助不同的地方 这个其实都是神 在我宣教上 怎样帮助我 是祂的恩典 也给我很多教导 这个需要我们 去思想 各方面的 例如饶恕人 如果我用这个主题 因为我 这个是最难的部分 我告诉你 很多人很难写 神的恩典的 他们想不到 我现在就去给你一些例子 但其实我会请你们写的 因为你们写的时候 就会发觉你写的时候 就有些时候 觉得很难写到 我现在举一些例子 例如饶恕人 如果我这个主题是 我们应该饶恕每个人 好的 那神的恩典是什么 首先祂饶恕我们 我们犯了这么大的罪 我们悔改 神还是饶恕我们 然后神给我们这个 饶恕的信 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 就开始愿意饶恕人 但还有些基督徒 没有改变的 有些基督徒还是 不能饶恕 有些吓人的 但有些基督徒 他们就回应神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 饶恕人 然后神会让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人 伤害人都是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他们继续伤害 我们体会 体恤他们受了很多伤害 我们就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伤害人 我们就能够接受他 然后当我们 有挣扎 里面有挣扎的时候 圣灵就提醒 提醒我们了 去饶恕 用圣经提醒我们了 你不饶恕人的过犯 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 然后当我愿意饶恕的时候 你发觉里面就很轻松了 有一个人可能你见到他 因为这个人你不喜欢 你每一次见到他都不舒服 但你决定饶恕他了 然后你开始对他好了 开始饶恕他 你就发觉你的内心轻松了 这是圣灵给你的帮助 而且他给你更大的动力 完全地饶恕每个人 你饶恕人的时候 神就赏赐你 提升你的灵命 你的灵命就去到高处 你的事风也去到高处 这个我们其实要考虑 这个怎样去发 发觉神的各方面的恩典 这个需要考虑的 这也是我教导很多地方 我发觉最难的地方 他们就是没有想到 总是讲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没有想到神为我们做什么 好的 然后也提醒和警告 这个就是律法 第五如何也是律法 第五是如何做 就好像我刚才用三个颜色 红色是恩典 这个第三是恩典 神的恩典 属性和恩典是红色的 如果用这个笔画的话 然后警告提醒 是蓝色的 是惩罚警告 我告诉你 我曾经用三个颜色 画我的圣经 然后如何去 绿色的 我们应该讲 就好像绿色的 绿色的叶 长大的情况 好了 警告 没有爱心的 就是住在死中 我们就 其实我们讲恩典 也可以讲律法的 重点是 我们平衡 不要整天都说 你没有爱人 你都死在 最终你们每一个都去 如果你不继续爱人 你就要去地狱了 这个 这个我们不去整天去用负面的想法 你没有爱心 我看到你那一天 你没有关心 你真的没有爱心 我看到有一个教友 换言人 他都没有爱心 没有关心 这些话 不要多说 不要总去说警告 但如果教友 都很多犯罪 我们就要说 但说了之后 还是说很多恩典 当你愿意爱人 神很喜悦 神就开心 神见到你就笑了 当你能够爱人的时候 神很喜悦的 爱人的人是很喜悦的 神就看中你的 有些是这样的 我爱神 他喜欢爱神 但他说 我很难与人建立关系 我直接回答他了 他说 我会不会可以在家中敬拜 我很喜欢敬拜神 我喜欢读圣经 这有开心 但 要爱人 建立与人的关系 我觉得很难 因为人很多麻烦 我就问他 圣经里面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爱神 爱人 如果你在教中敬拜 你能够爱人吗 你就是自己一个人爱人 自己爱神 但没有爱人 为什么爱神容易呢 因为神是最美好的 最爱神容易 但人就是有很多问题的 这个情况 我们就是要警告他们 如果我们完全没有爱人的话 就会死在追踪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不爱人 为什么拦住我不爱人 好了 如何 这个如何 我告诉你 这个讲道法 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三 第三是神的属性和恩典 让人看到 神就爱我们 我们多次不听话 他还是爱我们 他还是怜悯我们 还是提升我们 还是帮助我们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而且讲恩典 有一点很重要的 帮助人 有感情的 欣赏神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也有感情 这一点很重要的 不但去讲理论 我示范一下 怎样有感情的 让人有感情的 欣赏神 就好像这样 你跟你的老公老婆 吵架之后 他容易摇树你吗 可能要等几天 有些时候要等几天 你常去改变 他还是不愿意摇树你 是不是很痛苦啊 但神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很多次做错 神从来没有一次 要等一段时间 才来到你身上 当你悔改 你去祷告 你马上有平安喜乐 是不是 神的接纳就是这么重要 这么宝贵 我们很多地方犯罪 他还是爱我们 提升我们 很多次受伤害 他还是安慰我 这好像母亲 安慰孩子一样 你受伤害 你来到神面前 有没有这种感觉 好像妈妈帮着我 我依据你 你在我里面 就完全地轻松了 有没有在祷告中 有经历这种安慰 好像妈妈用帮你 这样 这个就是神的爱 这种有感情的爱 神这么对我们有感情 我们能不能够对人 有更多感情呢 我形容了 神对我的感情很高很高 但很多人对神的感情 是这么小 对人的感情更小 这是没有想到 神这么大大的 有感情的爱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让人看到 神啊 你正是奇妙 你的爱 当我软弱的时候 你怎样安慰我们 当我跟从你的时候 你怎样提升我们 赐给我们聪明 智慧去侍奉 赐给我们力量 我发觉我越侍奉 越跟从神 神就给我更大的智慧 越大的扩张 极大的提升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你以耶和为乐 神就让你成价地的高处 是不是很奇妙啊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都带着感情 神啊 你这么奇妙 你这样多次的 接纳我 然后输我 提升我 捍卫我 我真的不配的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好了 然后 你有抬喜感吗 有 好了 然后如何 我会 通常我的讲道 都很清楚地讲出 如何的 这里我说一说 这个 如何爱人如己 首先处理 为什么有冷漠的心 有很多人对人 是冷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的时候 都是被人伤害 所以他惧怕 与人交往 所以来到教堂 就是坐在一个角落 不会跟人沟通的 不会关心人 他就觉得人不好 这个就是 拦阻 拦阻人去爱人的 为什么拦阻呢 因为他的里面 有很多伤害 这些伤害没有处理好 这些里面的伤害 在里面影响他 所以我们首先处理 这个冷漠的心 怎样处理呢 怎样处理里面的冷漠 首先需要处理的伤害 在祷告手来到神面前 将你的伤害告诉神 最痛苦的日子 你发生的事情来到神面前 想到一个情况 你受伤害 然后你问耶稣 耶稣你在吗 其实耶稣是无所不在的 在我们受伤害的时候 他也在 然后你问耶稣 耶稣你有没有对我说的话 可能神会告诉你 或者是给你一种感动 神常常都看着你 他很想依据你 很想安慰你的心 帮助你得依据 得安慰 神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也可以用 耶稣的话对你自己说话 好像你代替耶稣对自己说 你是宝贵的 我要依据你 有一天你要提升 你要被提升 好像今天我们信了耶稣 就是神对我们提升 所以我们可以将 以前的伤害放下来 以前的伤害都可以放手 因为有耶稣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了 人能把我怎么样了 就是耶稣帮助我们 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 我们就不需要放在心上了 这个就是处理冷漠的心 然后我们伤害意志了 我们就开始思想 这些人受伤害 他们的痛苦 我们就开始关心人了 开始就是放下 这些对人的冷漠的心 觉得人好像与我没有关系 就想到 这个人如果我们不向他传福音 他可能去地狱 如果这些人没有人爱他 他会很痛苦 我们就开始建立这种爱人的心 然后第二 看看 亲近神生出爱人的心 爱人的心是从神生的 亲近神 神就会祷告之后 也祷告中 也求神给我这个爱人的心 欢喜人的心 借纳人的心 然后 回应神的感动去爱人了 神感动你 神有没有感动你 就关心人了 你们有没有 有了 你就回应了 但有些人是这样了 神感动一次就回应一次 再次不会激动去做 但我们 神感动我们一次 我们就继续去做了 有机会去关心人了 然后怎样去爱人 首先 为人带导 可不可以啊 你为他祷告 他这个人有困难了 为他祷告 然后 爱人的生命 看重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很重要的 用爱心的言语 说一些友和的话 爱心的行动 去帮助他 欣赏 建议 就是你想到各方面 能够实际的帮助人 这些实际的如何是重要的 有些人讲到 是这样的 你们要爱人如己了 好不好啊 现在我们祷告 有爱心了 你要出去爱人了 他们听完之后 怎样爱了 不知道 或者是处理罪 罪有破坏性了 你要处理你的罪了 你要证恨人 你要犯罪 你要不要再犯罪了 然后好了 你能重启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但人听的时候 不知道怎样做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会不会有些时候 觉得有些事情很难做 然后你要挣扎 慢慢地能够做 例如你不能饶恕某一个人 有没有这个经历 很难饶恕某一个人 然后圣灵提醒你 你慢慢处理 慢慢你就能够 一步一步地能够 见到他 对他好心 连续他的困难 然后一步一步地 能够饶恕他 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发生了 有没有人 在里面会挣扎 然后处理的 有没有啊 你们有没有 有 这个有 你就留意 你怎样改变 你就告诉人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 实际地帮助到人 谢谢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能够实际的 每一方面都是实际的 讲道 有些讲道是这样的 但是讲了这个经文 讲了这个经文 他怎样应用了 没有说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道 不能改变人 要不然都没有说出怎样改变 有些继续解释这个经文 解释完了 讲道完了 求神帮助我们 然后最后挑战 我祷告 可不可以 我们现在就出去 去联名人 周围 首先教堂里面的人 你可以关心 未必是代表 他们有很大的痛苦 不一定的 你爱人 不一定是爱 那些有痛苦的人 任何人你都可以爱 都可以鼓励 欣赏的 你可以开始爱人 可以吗 然后我们去祷告 求神 赐给我们 愿意爱人的心 也放上我们 不爱人的原因 处理这些 里面的 对人的冷漠 没有关心人的心 这个大纲 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会讲出 人的问题 我会解释圣经 也讲到神这方面的 属性 祂的恩典 也警告 人不愿做 有什么后果 然后如何去做 都是实际的 而且很重要 是每一个 每一点 都与这个主题有关 例如 讲到恩典 这里讲到爱人如己 我们就不会讲 耶稣基督 为我们 救恩的 这个方面 就跟这个主题 是有距离的 主要是讲到 耶稣怎样 爱我们 关心我们 帮助我们 也是我们爱人的心 有些人以为 恩典就是救恩 这是每一次 我见到 因为我在非洲的牧区 我都要求他们 做作业的 他们要写 讲 讲这样给我看的 然后他们讲到恩典 都是讲 耶稣为我们死 流出宝血 下面我们的罪 拯救我们的灵魂 说这个主题 不是讲到这一点 这是每一样 都是与 这个主题有关系的 爱人如己 反面的例子 是讲到没有爱人 属性是神这个爱人的心 恩典是祂怎样爱我们 帮助我们 警告是警告人 没有爱人的情况 如何去爱人 整片道都是向同一个方向 人就明白 你今天所讲去爱人 怎样处理不爱人的困难 我希望你们 你的讲道里面都有这个部分 都讲到最重要是神的属性和如何 其他的 你可以有些时候 在你的内容里面 可以讲到一些反面的例子 然后一些警告 好的 这里讲到整片 讲到保持同一个 清西方主题和方向 请不吝点赞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